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拿到手的钱都比预计要少得多 在晚上 水手们到酒吧里放松身心 撩妹子 皮埃尔桃花很好 已经撩到妹子 布格斯女人员步行还在观望中 鲍比和新女友如交四期的粘在一起 莫菲很另类 因为她要把钱给孩子跟前妻 船长比利打了一通电话 决定两天后又出海不渝 船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不高兴了 才刚回家屁股都还没坐热又要出发 比利不管大家的怨言 执意要走 比利船长找到自己以前的水手苏丽 谈妥条件后 苏丽答应她一起出海不渝 在出海那天 码头上的人都来告别了 每个人都很舍不得 但是为了生活也没有办法 大海上有着三个航海爱好者 正是这帆船时向白木大的路途中 当然还有为了生活而劳作的水手们 气象站显示 有一股飓风马上就要经过这片海域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乎这个飓风 到达塞布尔岛附近 水手们终于等到船长开始捕鱼的命令 大家高兴地干起来 晚上收网收获得不错 不过一天过去了还没有把雨舱装满 吃完晚饭后 水手们再去收网 意外地抓上了一条鲨鱼 船长拿猪伞弹枪才把鲨鱼消灭掉 飓风盘旋再把木大的上空 恶劣的天气和补家的收成 让水手们开始心生抱怨 为了给自己筹得更好的利益 暴笔代表大家找船长谈话 很显然是不会成功的 晚上捕鱼的时候 莫非被雨舰勾下海 苏利发现了不计前行的下海救人 第二天当她知道是苏利第一个救她的时候 她非常感激 两人还是和好了 航海的小船在飓风中遇陷 两个女船员要求返航 但是顽固老头执意要前进 船员们越发的不高兴 本来捕到的雨就少 再加上遇到飓风和鲨鱼 大家都觉得是不祥的征兆 一致想要回家 船长训斥了所有人 并且做了大胆的决定去富郎鸣角捕鱼 到了富郎鸣角 这里的雨真的很多 但这艘船的置兵机出了问题 无法工作 捕到再多的鱼也无法保存 尴尬 渔船收到了最新气象局发来的 有关飓风的传针 船长和大家说了面临的情况 一方面是置兵机化了 一方面是返航的路上有飓风 让水手们做决定 大家都决定冒着风暴返航回家 气象员观察到 这是百年罕见的两股飓风相互碰撞 威力异常巨大 支持不住的小帆船发出了救救信号 救援的直升飞机已经到达救援 因为风浪太大 不能使用救生缆 只能救生员亲子下去 费尽了力气才把三个人救上来 渔船在返航的路上遇到了飓风的袭击 不过勇敢的船长把这当作一次挑战 气象局给所有的船只都发出了两股飓风碰撞的船针 船长忙着冲破风浪 无暇顾及 女船长琳达打电话提醒她 可船的信号杆被吹掉了 他们没有听见最后的消息 女船长只能把他们渔船的坐标发给了救援队 暴毙爬上船去 修信号杆 可信号杆被风吹走了 这下信号员已经不能指望了 放在海里的舵被风吹断了链条 舵飞起来砸坏了驾驶室的玻璃 一时间到处漏水 救援飞机上的燃油已经不多 他们必须要去补给站加油 可是风太大一直对接不上 船长亲自上桅杆 去割断拴着舵的绳子 几次风浪差点要了他的性命 渔船上大家用板子堵漏洞 可是在飓风面前 这一切都是徒劳 渔船在大海中摇摇欲坠 大家都筋疲力尽 最后船长做了一个决定 掉头回去 鱼没了可以下次再步 陆地上的人们也在为船上的人担心 可又无能为力 渔船老板到酒吧告诉等待的家人 他们实在联系不上渔船 就只能等待了 飞机无法加油 只能放弃 在要坠回的时候 所有人都跳入了海中 牺牲了一名救援人员 但是其他人都依靠货轮活了下来 渔船在巨浪中摇曳着前行 几次被巨浪先翻过来 船长又镇定地指挥前行 在面对最后一个巨浪时 渔船始终没有挺过去 被浪先翻淹没 船进水了 大家都被淹没在水里 在此刻所有人都绝望了 也认命了 船长和鲍比无能为力 他让鲍比游出去 自己却没有出来 鲍比看着比天还高的巨浪 无奈地说了一言 几天后 新闻里播出了消息 他们始终没有找到盖尔号 以及幸存者 在教堂里 女船长琳达为盖尔号渔船遇难的人 做了刀刺 来信念这些敢于和大自然抗争的英雄 这是一部合乎逻辑自然规律的电影 最终船上的人都死了 没有那些夸张的反转桥段 这也印证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 是微不足道的 关注成语电影 一起来看你想看的电影 听你们想听的故事 本期的电影就解说到这里了 下期有更精彩的内容 在等着大家 大家开心就是我的快乐 期待各位宝宝提供宝贵的意见 感谢大家